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来到了马面人剧场的单元啦 这回呢 要来跟各位分享直驱与双链踏板的差异 一般常见到的踏板款式 有两种款式 一个是单链和双链 还有比较稀少见到的皮带款 这几年来呢 开始在国内也较常见到直驱款式的踏板 因着资讯爆炸 许多讯息交叉传递 开始有了对直驱踏板的一些迷思 本回这马面人剧场呢 就来跟各位好好介绍一下直驱踏板 以及关于直驱踏板的一些都市传说 我手边呢 刚好有一组Trick the Bigfoot这款踏板 同时我也刚好有它的链条套件 在比对上比较不会因零件设计的关系 而有太大的差别 我们先从直驱链条 在驱动时摆动的差别来看 首先是直驱 再来是链条 最后是两款同时 从影片中呢 各位会看到直驱和链条踏板在驱动骨锤时的动态 两款踏板的动态如图片所示 从A点到B点的运动模式 很明显的直驱的动态是直线来回 而链条则是弧形 这样的结果呢 直驱会得到来回时更快且直接的摆动 因为是上下摆动 所以消耗的动能较少 也因此可以让踩碳的力量 较可能保持同一个动作与力道在空洞的踏板 而链条因固定点的位置关系 再加上链条是多关节连结的构造 因此在驱动上会比直驱慢一些些 也会需要较多一点力气 这样看来似乎直驱在表现上比链条更好 那为何市面上不论国内外 大部分的鼓手还是选择链条踏板较多呢 我曾将教设的踏板换成直驱双套 问了大约二三十位使用过的学生在使用后的感想 大家的答案都差不多一致 感觉不到踏板回馈的重量 以及链条比较有踩到的东西的感觉 是因为直驱踩起来比较轻吗 嗯...这边我想提出你的看法 直驱的运动因为是上下 且直驱的连接踏板与轴承只有连接两个点 因此在踩下去和火来的动作都能消耗少 需要给的驱动力量也少 在这样的构造关系下 直驱踏板在做更细腻或快速的变化时 脚踝所需要承受的控制力量与负担会比链条少 而链条的构造是多关节连结 在回来的动作上像是一块一块的区块连着拉回来 而这样的多连结关节所带来的一些因素 如运动时产生的振动 链条关节的空隙等等 会使来回的力量不如直驱的直接与快速 虽然那么说 但我觉得这是在个人脚感喜好上的选择 不一定代表直驱这样的反应 对于那样的技巧操作就是唯一的选择 也不一定在这样的描述下 链条的表现就比较不好控制 毕竟目前我所描述的两者差异都是放大检视它们 链条踏板的链条长度并不是非常长 所以在传动原理上还不大会消耗动能到那么有感觉 再加上有材质、关节连接设计的因素 更重要的是 踏板的主要动用来源来支援的角 那会有更多可悲因素在里面 而直驱的连接也会因长度与连接点设计的关系 可能变得较为费力控制 你若觉得你的链条踏板不如直驱踏板来得轻盈 来回的速度也比直驱慢的话呢 给你个建议 换个轻一点的骨垂 或是调整的弹簧 你会非常有感 再来呢 跟各位分享几点 我常在国内外讨论群里看到了一些关于直驱与链条的迷思 第一个 直驱踏板的单价较高 我个人觉得这是观点问题 你若只是看像Trick或是Axis这样的踏板 是的 它们的单价当然比较高 因为在材质和产量的成本下 这两款踏板不得不提高售价 但市面上仍有单价没有那么高的直驱踏板 如Manpex的Forken 它可以另外买直驱套件来安装 或者像Perl Demo Driver 以及今年才出的Tama直驱踏板 若选择的是直驱而不是品牌的话呢 我想价格是没有那么硬的啦 第二个 直驱比链条快 我想这是在网络资讯爆炸后 带来着稍有错误的资讯 常看到国外极限鼓手使用直驱踏板 来演奏Temple的200以上的歌曲 自然会觉得直驱似乎在高速上比较好操作 但 这如同我前面所说的 直驱因为脚踏不太需要承受像链条那样的拉踏的力量 所以可以做更多动作 其中包括连续动作的 如Sveral Flying Foot 所以直驱是比较好施展高速动作 但我觉得那也是因为鼓手本身就很快啦 第三个 直驱是高科技的新产品 其实以直驱为概念的踏板设计 算是现代踏板的老祖宗了 早在1909年来自德国的拉德韦兄弟 就将当时以木头制作为主的踏板 改成以铁条直驱传动 一直到了1950年才出现了Terexen出品 以机车链条传动的踏板Speedmaster 然后同年代 Sonar发表了第一款以Cam这位轴承 并以皮带传送的踏板 直到1974年 Albera将50-6年代 Chemco出的偏轴皮带传动踏板 改成以齿轮状凸轮 配上链条传动 所以直驱并不能说是高科技的新产品 以历史发展来看 链条才是踏板发展的趋势喔 以上本回的马面就想就到这 喜欢觉得有收获按赞分享 有什么有兴趣的话题或是有因栏扎证 可以私讯粉专讯息或是LINE AT给我 马面就想 下回见 拜拜